西雷國中基盤秦祭藥教育鋼做活動 來向家長設備好好辦公室 當時邀請結束好友回來好好演講 會影響在秦祖之間的活動關係 另外活動亦還有得到 全國第一名的報題是社團的演出 希望家長知道好好豐富各得完的恰恰確定 在西雷國中的活動中心來 台上的學生是在進行報題戲的表演 透過精彩的演出 希望讓參加這次活動的家長知道 除了一般的教育學習 好好在各行在家的訓練也都有很好的行為 來參加報題戲的社團 有一個團隊精神 人家說獎勢勝勝 所以大家分工合作 了解這個情形 以後對他們將來打出社會 也覺得很大的共演 就是參加布袋戲 才開始練二弧 才開始練二弧 練了很久 一年多兩年才去現賽比賽 就很開心 就是自己有音樂底子 也能幫助到其他同學 幫助學校獲得這個成績 自己也很開心 除了有學校社團的表演 在這次的情注紀錄到有多久 也邀請到夾出教育 鄭文堂回來母校 分享情注期間的活動關係 並跟家長作為交流 我離開學校已經48年 那校長邀請我回來 其實我是滿懷的希望感激和很緊張 因為這個敬鄉情切 那很難得有這個機會回來學校 我覺得婚事不是唯一 應該讓孩子多多閱讀 閱讀多的話 他才會了解世界上有什麼東西 他才會一直進步 另外一點最重要就是家長 一定要做好陪伴孩子 好好的陪伴孩子 讓他覺得這個家是溫暖的 透過這次的豐富的交流活動 跟長時都可以知道 學校相關的活動狀況 以及學生平時在學校的表現 幫助學生孩子 可以有更好的學習 身為家長的我 我覺得我們跟學校 還有老師之間的溝通 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現在都是雙薪家庭居多 其實我覺得我們每天 就是可以花一小部分的時間 關心一下我們的孩子 問問看他們在學校的狀況 或是跟老師同學們相處的情形 我覺得都有助於我們親子關係的增進 其他透過這種的教育交流 讓家長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 跟學校做好為學生 創作最好的學習環境 記者苦恨神 蔡鳳博德 我們親自從前看 學校的小朋友 現在我們現在就看著 學校的眼圖 是很重要的